幽浮就像都市传说一样 目前没有人可以证实它存在的可能性 不过根据美国航太总署前官员主布陈指出 在经过精密研究后 他相信部分不明飞行物确实存在 不过他认为很多不明空中现象 可能是大陆的先进技术飞行器 例如高空间谍气球 今年2月大陆间谍气球横跃大西洋 飞入美国加拿大领空 在南卡罗莱纳州附近被美国F-22战机击落 这张照片是1952年在纽泽西拍下的草帽飞碟 虽然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物体 但专家认为目击者很可能真的看到难以解释的东西 而不是捏造讯息或说谎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都还不能够证实幽浮的存在 不过根据CNN报道 目击者都宣称确实有看到过幽浮 并描述当时的情况 这些物体都在纽约中处置 在纽约4的预约 这些物体都在纽约到超级速度 1.1和1.2的预约 这些物体都在纽约和快速度上 我没有解释 不过近年来无人机技术越来越普及 导致不明飞行物目击报告增加 而民间太空火箭发射后返回地球的火箭 也常常被视为不明飞行物 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优福 还需一探究竟 记者综合报导